TVB第一次决定将金庸武侠拍成电视剧 就是为了对抗家世的迷血和白镖 这俩人演的《射雕英雄传》成功掀起了一股武侠风 经过一番商讨TVB决定把书箭恩仇鲁作为首部翻拍的金庸剧 为了给日后翻拍开个好头 TVB拍这部剧的时候叫来当家花旦和小生 虽然现在看来画质粗糙装造雷人 但在1976年这算是TVB的顶配了 如今这些演员和导演都还在吗 本期的部落区大道就和你聊聊 TVB拍首部金庸剧《始末》 TVB第一次拍金庸武侠剧想到的男主肯定是郑少秋 他在剧中一人分是三角 再加上1976年的拍摄手法并不先进 郑少秋能把这三个角色演得分离开来 可见演技功底有多扎实 为了给郑少秋打气助威 金庸还给他做亲笔题词 TVB许诺拍完这部剧 他就是无限首席小生 事实证明TVB眼光独辣 书箭恩仇鲁上映后 郑少秋就红遍了整个东南亚 一个好监制才是一部剧成功的关键 TVB第一次将金庸武侠拍成连续剧 能否成功上一幅心里也没有底 于是叫来大将王天林坐镇 为了不惹怒原著粉 天林书几乎没有改动书中台词和剧情 也许是为了一比一还原书中内容 人物对话不免显得有些拖沓 难怪王金说 他爸爸王天林拍戏没法看 因为太文艺太苛刻 他以后拍戏就要天马行空 怎么高兴怎么来 除此之外 王金还吐槽他老爸玄的演员都丑 为此你怎么看呢 书建恩仇录女主霍青童就是汪明泉演的 确实咖位演技都在线 但颜值嘛不好说 但阿姐确实把女主的坚强性格都演出来了 据说当年汪明泉和赵雅之为了抢着和郑少秋搭戏 也是名争暗斗 米雪孝妍自己根本没有竞争力 所以选择和刘松仁做搭档专心拍戏 话说当年能和郑少秋竞争一个咖位的只有刘松仁 但刘松仁事业心没有秋冠那么重 所以只要有竞争他就往后退 TVB高层都看不下去了 秋冠76年打响金融武侠剧后 第二年就让刘松仁把古龙的陆小凤扮上音频 老板是喜欢看员工之间PK的 你们之间有了竞争力摩擦出火花 老板才能坐收鱼翁之力不是吗 TVB第一次拍武侠剧就想到了郑少秋汪明泉组合 有人问为啥不是赵雅之 当年赵雅之确实和汪明泉暗动 但可惜TVB是阿姐的主场 邵姨芙清定的定海神针 70年代他俩的番位阿姐是赵敏 他只能是周芷若 书记恩仇录作为TVB首部金融武侠剧 读者最好奇的就是香香公主是谁演的 他可是金融笔下的第一美人 颇有抑郁风情 70年代港圈颜值扛打的古装美人不少 但TVB偏偏让17岁的余安安来演 正是这个角色让余安安一炮而红 成为TVB第一代当家小花之一 不久之后余安安就和尔东生一剑中心 两人携手出演的三少爷的剑 倚天屠龙记等多部作品 那时的尔东生是纯粹的 爱也是纯粹的 八年后余安安向尔东生提出结婚请求 而尔东生却说 我不可能永远都和你在一起 这句话刺痛了香香公主的心 分手后没多久 尔东生又爱上了19岁的张曼玉 你看这就是男人 1983年余安安和周润发闪婚 两个深受情伤的人组团取暖 这段各取所需的婚姻 只维持了9个月就结束了 1987年28岁的余安安 又爱上了豪门阔少李万琪 结婚后他选择吸引相扶教子 2002年老公破产 余安安说没有关系 我会陪你一起东山再起 余安安是一个骨子里 向往传统爱情的女人 一生只爱一个 相濡以沫共同进退 可惜她的好 男人并不当块宝 不久后破产老公传出各种绯闻 为家默默付出15年的余安安 又离婚了 所以说能维持婚姻稳定的绝非美貌 说起来书见恩仇录这部剧 确实是一部老掉牙的片子 但今天再次谈起 发现我们看的不是剧 而是人生啊 70年代有媒体传汪明泉 妒忌黄淑仪 假戏真作 刺伤其面夹的戏 就是这一部书见恩仇录 你别看黄淑仪现在长这样 人家年轻的时候 颜值不输赵雅芝 她是TVB第一代四大花旦里 最没有上进心的那个 一路走来遇到不少潜规则 因为不懂变通 差点被TVB雪藏 黄淑仪笑颜 年龄越大 就对演戏越没激情 再加上好剧本也不会来找她 还不如回家当奶奶 TVB初代花旦时 汪明泉 赵雅芝 李思琪和黄淑仪 拍书见恩仇录的时候 四大花旦来了三个 可见TVB第一次 派金雍武侠有多重视 有人说Gate不到李思琪的美 其实她能在TVB四进四出 DV一直在线 靠的不是美貌 而是敬业和忠诚 这是TVB唯一肯给开绿灯的女演员 真情里的善于 射雕英雄传里的包希若 唐新风暴里的河妈 在TVB李思琪 确实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你认为呢 评论剧场喜欢关注 我怕想看TVB的时候 就真的找不到我咯